我原來在這裏學習的途中發現 原來老公你的地位是一家之主 我現在才發現 自從我信了之後 我就發現我要寫情訊 因為他很單 寫情訊 寫人情訊告訴你 其實我在電牧師學了些甚麼 我知道你是很重要 你是一家之主 所以我又知道你很擔心我 但你又不 我又知道你不開心 但你又不告訴我 但你又不問我的事 我想告訴你 在我身上發生甚麼 但你又不問我 所以我又沒有跟你說 但其實我在這段時間 我家裡發生了甚麼 我就告訴你 家裡開心了很多 每個禮拜都很多寬小聲 然後小孩又改變了他 改變了小孩很有夾雜 以前亦都不打回來 現在不是了 我不用捱 他自己打電話回來 告訴我 媽媽我現在回來了 我說這些改變 他有可能沒有在意 但我提醒他 我在這段時間發生的事 家裡的改變 讓他自己回味 然後呢 在WhatsApp那裏改了 原本是很孤獨中 然後改了一句 一個男人的公仔 然後寫的狼馬 男人的狼馬 男人的狼馬 我也沒有想 我也沒有想 不過 他仍然擔心我 然後我就告訴你 好了 我去到那裏拍一張照片給你看 即是在門口 他問我回甚麼教會 我又忘記了名字 我就拍一張照片給他看 因為已經開始檢查我的電話 看有甚麼人WhatsApp我 我寫的封信 要寫很多 我愛你 然後又寫 因為天父改變了我 所以就怎樣 因為耶穌怎樣 所以就怎樣 然後神又怎樣 令到我們家裡怎樣 即是 其實我寫之前 我是奇緣圖 聖明力帶領我去寫 嘩 多順暢 嘩 順暢到 我最懶寫東西 每寫一個字 都要想一個字 順暢到 不需要一會間 已經反凌智了 然後我就很開心 衝來衝來衝來 其實他那天 其實上個禮拜 他去完 回完耶穌斯官堂那裏之後 他還沒回過家 我唯有祈禱 他又不知道在哪裡 在喝悶酒 我祈禱祈禱 但我又很平靜 不知為何 平靜了自己 又沒甚麼擔心 知道他擔心我 但他又 我又不太擔心他 我知道他回來了 我感覺到他看完封信了 然後懂得 抱著我 即是說 原諒了我 他不抱著我 即是還在生氣 他抱著我即是原諒了我 那我就很安樂 好發生長 不知為何 所以很開心 其實這三個禮拜 就是很多事情發生了 由初初第一個禮拜 自己都很不平復的 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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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個牧師祝福了我 之後 就開始很平靜 平靜到 這兩個禮拜 發生的事情 都很平靜 可以處理到 變成 看的事情 又不同了 就算同事跟我聊天 說這個 然後我就 又不同了 就覺得 其實 你或者可以想想 他未必是這樣的 或者有些事情 令到他這樣發生了 所以才有他 有這樣的行為 我們就不要一下子 說不必 所以有可能 你要看一看 他的工作崗位 是不是真的有事情 阻礙到他 是就算了 你不計算 就做多些 我現在在公司 我都會告訴你 告訴同事 其實是 我現在改變了 我做的模式 我不會想別人做 與不做 我做了就行了 他們不開 即是他們 即是不做 我也不要想 即是有時候 不做 不做我也會做 不過我這部戲很不強 一直在說 搞錯 擺盡了所有的東西 但現在我就不是了 算了 他可能在忙 然後自己做 做 我做得很開心 我又沒有生氣 這個就是刻意處理生命 是的 沒有